今天是旧金山2021年的3月31号嘛 这路边人们在吃东西啊 是一个大家庭吧 今天就明显的热了 这个上面好像在修卷帘门的开关 明天就是愚人节了 第一季度就算过去了 进入第二季度了 这边人们穿的衣服呢 也逐渐的变得单薄了 穿的下装了 这个乞丐吧 穿的那么多 然后这个拉丁裔的女士 还在这做手工 这个大帅哥在这喝咖啡吗 喝啤酒 这还不到 按说这还不到晚餐时间 反正老美他们的生活是比较休闲 现在应该考虑怎么样防晒了 但是这么多鸽子 这边是人们在等公交车 把这个土豆放到这儿 过这儿吧 这边是可以过吗 等这个绿灯吗 前两天这个麦当劳 它那个玻璃碎了 是发生一起强劲案啊 那个玻璃被打碎了 从这儿走吧 正好是绿灯 然后这边是一个地铁口嘛 也是前五六天 然后这边有一个老爷车聚会 然后这个地方是打疫苗 然后那边呢 刚才看到的地铁口呢 是在检测新冠病毒吧 前五六天附近有老爷车聚会 然后前两三天这边是有那个枪击事件啊 一人去世啊 就是一人遇难啊 一个人是受伤啊 然后我跟那位香港先生 在说起这个事的时候 他说这边是有一些黑帮 他们有的时候会发生火病吧 他说大约是三四年之前 在我们住的那个楼的楼下 他就亲耳听到有人喊啊 然后听到有几声枪响啊 然后后来也就五分钟 警察大批警察就呼啸而至啊 因为旧金山这边城市比较小 所以警察来呢也是很迅速对吧 原来我纳闷为什么这边动辄就好多警察过了啊 后来明白了是因为这个城市太小 这条街好像没有自行车道啊 是慢慢走吧 后边慢慢走 这个人要横穿马路啊 一边吃着薯片一边横穿马路啊 明显的热了今天有点穿多了有点 看这个妹妹他已经穿上挡裤了已经啊 穿上挡裤 这个路弄得坑坑坑坑啊 这样 哇 旧金山这个基础设施就是这样 不过也行 这样的话可以让司机把车开的慢一点啊 他就尽量不会开快车 因为这个路太颠簸了啊 这边也是经常的施工啊 把这个路面铺好了再挖开 但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电锯 先切割 然后之后呢用电锤打啊 一块块的水泥弄下来啊 之后再挖坑 用老沫啊什么的 他们这条路可以走吧 这路可以走 这边有阴凉 哈哈有阴凉不错 至于到热天 其实旧金山的夏天还是挺凉爽的 原来有人说是 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吧 世界上最冷的季节是旧金山的夏天 但是有人说不是他说的啊 是借他的名说的啊 他比较著名的一个作家嘛 这边卖冰棍的可能生意会好一点的 我看有的 人评论旧金山的气候 应该 哦 哦 谢谢 嗯 我说的很说一声谢谢啊 因为我是从边上走嘛 看这个妹妹怎么样 这个皮肤还挺白吧 这个 它是属于不是特别多见的那种 皮肤比较白比较细的那种的 我从这走吧 哦 红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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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了咯 红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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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 是吧 你看这边 注意到这边的一些女孩 她习惯穿短裤啊 不穿裙子了 穿短裤 可能是嫌裙子太长 或者裙子不得见 短裤短一点 这个刘南汉在喝酒呢 拿着酒瓶喝酒呢 真叫热了 今天回复一位朋友 他打算最近来旧金山小住一段时间 他定的是艾尔NBA 艾尔叫什么 BNB吧 我也一直没有查这个艾尔NBA 艾尔NB 不是BNB 艾尔BNB是 他的英文全称是什么 应该是民宿吧 我记得以前 有一位在美国其他州的朋友 跟他的同事来旧金山也是住的这个民宿 好像当时是一天 据他讲是80美元吧 也不便宜啊 80美元 在这边住酒店 或者订一个房间都没问题啊 但是这位朋友呢 他是来旧金山应该是考察 看一下这边怎么样 适不适合长期生活 就是他问 在这边坐公交车怎么做 其实反正我在这边主要是骑自行车 偶尔坐公交呢 也是坐地铁的时候比较多 因为旧金山实在是太小了 但是如果你不住在旧金山市区 如果住在Deddy City 或者住在周边的其他的地区呢 那么可能就得坐公交车 我的建议呢就买一个那个卡啊 就是一般在地铁就可以买啊 也是付现金 它是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就是机器操作啊 就是并没有人去销售 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 地铁呢是你既可以在那个自动 售票机那买票也可以人工去买票 这边呢全是机器售票 一般是刷信用卡或者借机卡 或者往里边放现金都可以 那个卡呢它的公本费是3美元 然后第一次买这个卡的时候 好像最低是20美元吧 其中包含3块钱的公本费 是吧花了17元的这个车费 然后地铁公交这个卡都是通用的啊 但是在旧金山有的公交车就不行 大多数的线路都是通用的啊 就是你既可以刷地铁也可以刷公交 有点类似于北京 北京那边就是叫叫一卡通吧 就是这样 呃这边也是 这边呃就是基本上都可以刷 它能打折 如果你做公交车你花现金呢 那么就是不打折 你要刷卡呢应该是9折 它好像也有那种 我记得刚来旧金山的时候做那个车 它有一个啥呢 你比如说在室内做公交车 我记得当时是花2块7毛5现金投币啊 就是他不给你找零啊 你事前准备好2块7毛5的这个现金 上车呢是从前门上啊 从前门上呢你就往里面投币 投币啊从这走吧 往里面投币 呃之后呢就会有一张票啊 这张票给你呢 呃上面写着它的有效期一般是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在两个小车之内都可以啊 我记得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就是你两个小时之内坐车换乘都是可以的 呃 呃不用每次都找零钱啊 避免了找零钱的麻烦 另外一个还可以打折啊 呃另外呢 如果去旧金山市场街最北边 那边有一个叫渡口大厦 到那边呢 呃就是旧金山的港口吧 那个塔楼啊 有一个大的钟表那个鲍石那个 有个钟楼那种的 到那可以坐船也可以刷这个卡 可以坐船到对面的岛上啊 也也很方便但是我没有坐过船啊 哈哈哈 好吧就是简单的回复到这里吧 然后就是做个小车的问题 再见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